大家好,歡迎又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就回到 Steam Deck 之前教大家有安裝過 Beta Serra 當時 Beta Serra 就這樣安裝在 SD 卡上 不需要換 SSD 因為我買這個 64GB 我經常說 64GB 的 Steam Deck 應該是最划算的 但 64GB 真的不夠用 所以自己換 SSD 是最划算的 因為我在紐西蘭 其實我還未找到 1T 的 SSD 買 我也要上網購買 所以貴一點 在 AliExpress 買 1T 那個真的不划算 512 還可以接受 為港幣好像 500 多元吧 差不多 我都可以接受 如果大家在香港 應該還有更便宜的地方 去黃金 行車都可以 應該容易找到 但如果不懂得找 不確定的 我買這個就是 AliExpress 連結會放在下方的 description 大家可以用連結也行 現在就拆機了 我用這個 512GB SSD 本身 Steam Deck 裡面的 PCIe 只支援 3.0 不需要買到 4.0 最快才可以 準備一支普通的 10 次螺絲批 不如拆吧 1 2 3 4 5 6 7 8 8顆螺絲就可以拆出來 先鬆螺絲 稍為要注意一下螺絲有 4 顆長 4 顆短的 外面的 4 顆短的 外面的 4 顆短的 中間的 4 顆短的 這個要注意一下 鬆完螺絲 第一次拆開的話 就需要用一些膠痞 所以在這裡搅一搅 我先搅一搅 類似這些就可以了 按一個欄位搅一搅 一個小小小的 用來搅拌 再放一搅拌 再換一個好小的 要來搅拌 把柔軀的 把它搅好 這個要來搅拌 好,這樣就開了 要換SSD就在這個東西的下面 我們就需要拆開這個 可以拆開這個下面的螺絲 我們先拆開這個電 也挺難弄出這個電 小心點,第一次要叫 第一次也挺難弄的 就是這樣,鬆了電後 就可以鬆這個螺絲 拆這個出來,這個就是SSD 鬆了螺絲 然後斜斜地吞出來就可以了 它有一個套帽 這個也是... 我想不要太... 少許散熱 不要太容易觸碰到其他東西 對 這個就是64GB 應該是 對 OK 那我換這個 OK 就是我這個了 順便套回這個 好了,大致上是這樣 就是這樣 這樣就斜斜地套回去 對,接著把剛才的螺絲 OK OK 記得這裏把電源拆開 好 OK 記得這裏把電源拆開 好 好 好 這樣可以把螺絲拆開 OK 左邊四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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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的在中間 左邊四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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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 有一件事提提大家的 記住 拆開之前拆開了SD卡 因為否則 你叫的時候 它會把整塊 我試過了 我雖然上網見過 別人說給我提提大家 這件事 但我自己都忘記了 但是提提大家 否則整張東西飛出來 你怕你不見了那張SD卡 或者是弄斷 好 現在就 要安裝一個OS 有兩個選擇的 要是 反正都是安裝Duel Boot Window 和Steam OS 要是 只安裝Steam OS 都沒問題 視乎你自己喜歡 好 我們回到電腦 先 下載 Steam OS 的圖片 先 連結會放在下面的 描述 來到這裡 按下這個位置 接著就下載 Steam OS 描述 2.5G 需要一些時間 這個時候 準備一支 USB 手指 最好 起碼有8G 以上 接著 如果你沒有這個 Blender Etcher 就先下載 連結我都要放在下面的 描述 我已經安裝了 不需要再下載 下載完了 剛才的圖片檔 我就放在Desktop 大家要先用WinWire去解壓 解壓了 有一個圖片檔 就這樣拉到Desktop 解壓完了 我們開這個Blender Etcher 接著 Flash From Files 選擇剛剛解壓的 Steam Deco Image 這是Recovery 4 這個 接著 就選擇你的USB 那 就確定 不要選錯其他 我準備這支 就 64G 對了 剛才說過 最少8G 按 Select 接著 Flash 就可以了 記住 如果有什麼重要的 記住 先把電腦放進去 好了 完成了 我們現在把USB插進去 Steam Deck 就可以開始安裝 Steam OS 好了 我會建議有個 這些HUB 就可以插上 Mouse 和Keyboard 方便一點 對了 我先插上USB 接著 按POWER BUTTON 和減者一起按 接著 聽到聲音 放開 可以充電 這個USB 設定 可以充電 基本上 第一次放進來 需要一點時間 不是手機 等它完成 我都等了好幾分鐘 好了 進來 先上網 先上自己網 上了 我們可以 Re-Image 和Steam Deck 這個 接著 進行 對 下載 一直安裝 需要一點時間 可以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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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裝完 便可以充電 Steam OS 非常方便 簡單 完成 安裝完 需要一點時間 多久 那 就 登入 設定 Wi-Fi 接著 就可以了 進行 進來 這裡 我先檢查 我已經是512GB 這個Hard Drive 所以就完成了 基本上 今天就 換這個SSD 和裝回Steam OS 先說到這裡 至於 PARTITION 如何 Duel Boot Window 和Steam OS 下次再說 因為 始終Window 有很多 Driver 我要準備和講解一下 所以 不然影片太長 一次過做 所以分開做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 如果想 Duel Boot 的朋友 就不要錯過 那一集 好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喜歡影片 請大家給個LIKE 還沒按訂閱的 按訂閱 再按下鈴鐺 我新片就會喜歡大家 如果想請我喝咖啡的朋友 可以加入我會員頻道 請到我喝咖啡 又可以看到一些 我不可以在YouTube上分享的影片 連結在下面 DESCRIPTION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